几乎收不到水星路由器的评测 我买了台热度比较高的 齐峰路由A30G 我们先看看它的介绍 无线是WiFi6 AX3000的标准 多阵子四天线 难道不是联发科的方案 还支持网口自定义和双链路的Mesh 开箱 路由器套着半透明的袋子 下面一层有说明书 12V1A的电源 标配网线印着26AWG 可能是超五类的 路由器是站立式的设计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小 我对比了300T7 水星的这款小了一大圈 再对比小米B3006 水星A30G还是小很多 小体积的优势是不占地方 但是不知道它的信号有没有影响 路由器正面是品牌logo和状态指示灯 侧面 顶部 底部 一整圈都是散热缝隙 后面的标签显示版本是V4.0 下方四个知识印的牵照网口 电源孔 重置按钮 Mesh 组网按钮 拆开外壳 主板设计和TP-Link很像 有一片很小的散热片 同时兼顾屏蔽罩的作用 版本号也是V4.0 另一面只有一个屏蔽罩 网口交换芯片 贴了陶瓷散热片 屏蔽罩内部设计很特别 能够同时给CPU导热 处理器是联发科MT7981B 内存256兆 无线芯片是MT7976CN 闪存16兆 不用考虑刷机了 包装上说的是四天线 因为它的其中两根5GWiFi天线二合一了 我们翻过来再看 能够看出二合一的5G天线和另一根不同 它的两根2.4G天线是相同的 我们再看它的后台 设置引导页面很像TP-Link 后台主页比TP-Link更简单 从上往下分别是 实时网速 网络连接状态 WiFi设置 WAN口设置 都是最基础的功能 对于新手用户非常友好 页面右上角的高级设置 是它的全部的功能 常规的功能我就不说了 它的访客WiFi做得很好 支持限速和定时 不用担心陌生人强网速了 还有双腕和端口聚合功能 缺点是 家长控制和行为管控做得很一般 不能识别具体应用 另外它没有悠悠腾讯等游戏加速器 我试了一下它的双腕叠加 两条千兆宽带接入 叠加后能跑满1400左右 上行速度也是成功叠加的 我的上行宽带被运营商限速到20兆了 所以叠加后是40兆左右 下面测试WiFi 设置WiFi信道44 信号强度高 WiFi默认支持KV漫游 两条空间流 最大协仓速度是2402兆 波数成型的天线数量是3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水芯A30机 待机功率4.1瓦 我用的是联发科芯片的Neo 9 Pro手机测试的 ABC3点速度非常好 低点测速时中断了 1点测速结果也比较一般 有点像水芯AX3000 连续两个路由器低一点测速不正常 我怀疑是不是手机的问题 我又补测了同芯片的360T7 低一点一点就好了不少 小米AX3000T是之前测的更好一些 总结 一个产品的好坏要结合它的价格来看 水芯A30G我的购买价格是113元 比小米AX3000T便宜了30元左右 虽然水芯的信号弱一些 但是100屏以内的环境用起来差不多 相对于运营商定制机300T7 它的系统不用折腾 安装设置简单 有正规的手机APP 非常适合新手用户 所以想省点钱 防置面积又不大 对于网络不懂的新手用户可以买 对于网络不懂的新手用户有很高兴 并不懂的样子 就好了